其實我是一個 就做節目的人 我們其實蠻實事求是的 所以我第一年去的時候 誠實說我不是信徒 但我為什麼會走了 九天八夜的靜香 我就屌住了呢 我覺得在裡面 我看到蠻多台灣人 很善良的事 其中一個我覺得最經典的 就是在路上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看到一些 就是恰龍恰紅 或是他面比較 身上有毒鴉的大哥 對 比較不孝 那我們多多少少 就會想說那邊的關係 不然我們繞過去好了 然後其中我們就是看到 有一台補給車上面 有一個貨車 有一個就是感覺 很威風走過去的時候 旁邊小弟還會跟他講 大哥好 我想說那邊在幹嘛 走過去之後 那個大哥本來一開始很兇 轉過去之後 拿了一杯水過來 對旁邊的小朋友 來 喝水水 喝水水 都很可愛 大哥暖心 對 我就會覺得說 天啊 我不可以以貿取人 在這整個路上 其實大家都是彼此在幫忙 甚至有一個 那一年也是印象好深喔 有一個也是 有一點讓我很害怕他的臉 然後他就一路騎機車 就很兇喔 這樣子 前面剛好有一個阿嬤 也是相當講掛著壁章 他就走得比較慢 就走得比較慢一點點 他就突然提到他後面 做用力煞車 我就想完了 他是不是要罵阿嬤 平常我們如果過馬路 他就說阿嬤比較注意 一定會這樣嘛 結果他騎過去就停下來 阿嬤會痛嗎 來啦 吃胖 吃麵包 還是行動補給 然後關心每一個走在路上 我就覺得說真的很感動 可是其實 除了這些善心善舉之外 我們其實每天都會走很多路 像每天至少 我們可能會走個30到40公里路 其中有一段路的時候 我就跟另外一個女生走在一起 我們其實都不會刻意問他說 你是誰 然後姓名做什麼 我們就是會來聊說 你為什麼會來走 那我那一年第一年其實什麼都不懂 我就很好奇 我說那你走多久 他說我已經走了第10年了 我說哇 是什麼樣子的支撐 你讓你覺得說你要走10年 然後你要繼續跟隨媽祖 然後就跟我講說 我的命其實算是媽祖娘娘救回來的 我就說 怎麼了嗎 你之前是手術 還是發生什麼重大事件 他說沒有 我第一年來走的時候 其實我對於我自己 還有這個世界很失望 我其實是想要離開這個世界的 然後我辭職了 然後把家裡所有東西全部都打點好 甚至什麼東西要留給誰 把媽媽的信都寫好 突然他寫完之後 他的腦子裡面突然閃過 好像我幾年前有看到 有一尊媽祖 白沙屯媽祖在競箱 這件事情好像是在我離開這世間之前 我想要嘗試 因為以前可能要請假 你有很多顧慮的事 我沒有機會去做 不如就把這件事 當我人生的最後一件吧 他就出發了去走 一路走的時候其實 媽祖前面的羅在敲 他後面一路走 並沒有馬上說 我走完之後 我就突然人生打開過 沒有 他其實一路走 越堅定的覺得說 好 我就是 可能這就是我最後一層路 我就送他到北港吧 就在進北港之前 媽祖娘娘剛好 聯教就經過他身邊 他想說經過他身邊 拜個拜 過去之後 沒想到媽祖就突然轉身了 轉身之後 就是他旁邊搖 搖了上來 就直接把教主直接抵在他的肩膀上 他當下就哭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就是他心裡在想著說 OK了 我沒有什麼遺憾了 但他當下的那個感覺 就是真的覺得 媽祖婆在跟他講說 你不要這麼輕易 放心你自己 我們都在這裡 然後我們會一直陪伴著你 我覺得那一股暖流 流進他的身體裡面的時候 他是真心有感覺 然後旁邊人也是給他拍拍背 讓他就是鑽叫腳之後 也給了他押轎金 大家都沒有人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也不曉得他心裡在想什麼 可是就是那個過程 讓他覺得說 他有繼續想要嘗試 繼續往下的那個能量 所以我覺得真的 這些事情非常神奇 但我覺得最神奇的事 還是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很多人問我說 連續四年 你第一年 如果你說你去做節目 好啦 那做完你就該走了 但其實剛剛那些事 讓我自己很感動之外 我第一年的時候 也遇到另外一個電視金鐘的導演 叫安導 然後他就說 他也是那時候 那一年好像走第七還第八年 我說你為什麼會屌住 他說因為我第一年去的時候 我求了我想要入圍電視金鐘 然後他隔年就真的入圍了 所以應該許願說 我要合獎 對 我說你怎麼不先說要合獎 但因為那一年 就四年前的時候 我也才剛開始做廣播 我就想說好吧 那不然我就學他 我也不要太貪心 就先入圍好了 唉唷 結果我那年就真的入圍了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有戒有還 再戒不難 媽祖娘娘 我隔年去還願 我就去走這樣子 然後第三年的時候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想要稍微貪心一點點了 第三年這個我想要得獎 你可以讓我帶一座金鐘獎回家嗎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會承諾你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我一定會在 頒獎典禮上面 大聲講出我的信仰 我就會在台上講出 就是謝謝媽祖的 白沙屯媽祖大獎 媽祖這樣 然後除此之外 我會捐出我獎金的十分之一 然後來去做結緣品 跟路上的人結緣 所以其實我在路上的話 今年我自己就做了一些 比如說像是 大家選舉才會看到的衛生紙 你自己是特別做的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是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謝謝媽祖給我的庇佑 當然我必須要說 我覺得我很努力 我很認真 然後把東西顧好 但我很相信 認真的人 還是需要一些運氣跟天命 來在那個關鍵時刻幫助你 所以我想要告到他們這件事 然後另外我也做了 就是香火袋 然後上面就是寫著 我們這些雍咖 我們自己都會說 我們是勇角 勇往直前 然後感謝媽祖賜金鐘給我 像我在去年的時候 金鐘獎頒獎典禮的前一天 我超級焦慮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我現在還有什麼可以做的 然後我剛好在那一年的 進商的時候 我就拿到了一疊 媽祖娘娘的鴨轎金 大家都知道白沙屯 媽祖的鴨轎金 是含金量很高的 因為非常難拿 你只有進去住駕的那個 或是停駕的廟 或是人家才有可能拿到 然後那年就拿到了一小碟 我就想說 好 我現在這麼焦慮 我就來請媽祖娘娘幫我的忙 所以我金鐘的頒獎典禮前一天 我就拿出了我家的鴨轎金 然後在家裡呼叫 白沙屯媽祖娘娘說 我想要請你幫我一個忙 就是你現在可以請那個兵馬 現在到那個評審老師 他們現在前一天 應該入圍場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去影響一下 那個老師的心情是不是 評審老師們的心情 我知道現在入圍有五個人 五組作品裡面 希望他可以覺得 突然這個話題他很喜歡 或者是他聽到這個之後 覺得三天好心 對不對 其他四人可能沒有拜 然後我拜完之後 你說有沒有效 我心裡最少比較平靜 跟比較安心 所以後來我得獎之後 我也把我剛剛講到 那一疊鴨轎金 剩下的鴨轎金 我也把它做成結緣品 趕快結緣給一串哥 可以嗎 可以 想救我一穿那個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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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那時候上了 可以 祝福你 這現在已經很旺了 還給人家了 沒問題 在火箱中送入香彈 並接上封條後 可以成為白沙桶桶拼封 途中頭崎與香彈密不可分 以香彈小組人力配置 是以香彈位置為中心 它的前後左右 至少有八名壯漢 團團圍繞 發明進行中接觸 萬年像火箱還圖中 可不能熄滅 得靠經驗隨時補充燃料 在競箱回程中 對於頭崎阻擊香彈組來說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 既然行進或停假休息 都要把香彈圍住 緊定周遭狀況 當時有暴食 民眾闖入緊接範圍 立刻都不能收線 直到把香彈安全送入 廣天宮神防控 上半角左才能 停止重駁 好 回到金包新聞線 我們再來介紹 第二個小時的特別來賓 首先是財經專家 憲哥 憲哥好 舉經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財經專家邱敏鎧 敏鎧哥好 舉經好 大家好 苗栗院李政的鎮長劉玉玉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前民眾黨莊委員張英善 舉經好 大家好 我們說這幾天 大家都在討論 白沙臀媽有多麼樣的神奇 包括不曉得 他可能會走到哪個路線 今天禮拜天 白沙臀媽也正式回宮了 大家也說這幾天 創造了很多很多的神蹟 我們說大塞車的時候 大家乖乖排排隊 但是粉紅超跑 就是不一樣嗎 瑞德哥 對 沒錯 那麼事實上粉紅超跑 為什麼叫粉紅超跑 因為有一年白沙臀媽祖 那麼衝進去一家 賣雙B的那個 相關的車廠就對了 然後他看中了一個停車位 已經停了一輛白色B&W 他要對方讓位 好把自己把那輛B&W開到旁邊去 把那停車位讓給白色B&W 他還不是轉彎進去 所以後來因為他把轎頂上面 都是粉紅色的 所以大家才叫他粉紅超跑 故事從這個地方來的 那麼事實上那粉紅超跑 把那媽祖帶了一大堆信徒 有個問題 遇到塞車的時候怎麼辦呢 媽祖遇到塞車 總不會慢慢走吧 說大家讓讓 大家讓讓 他也不能把車子說 全部都弄開 他怎麼辦呢 媽祖遇到塞車就是這樣 就是像平常他在讓人家 軟轎腳有沒有 直接神轎抬起來 抬高了以後 抬高了以後 這個手很痠 抬高了以後 越過塞車的車陣直接過來 這車子有一下都都讓開 全部都抬起來就對了 這媽祖真的是有智慧 為什麼 因為有的人想說繞路 有的人想說叫車子讓露露等等 他直接就過來了 一分鐘就解決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不用在那邊塞三半天 那舉今你知道今年是白燒的媽祖 那麼總共在台灣競相繞境 總共186年的日子 他當時多有名 我舉個例子 因為他已經繞很久 那麼從20個人 我跟你講他第一次繞境 只有20個人 一直到現在20萬人 所以186年來的變化這麼大 1952年 那麼當時美國還有在台灣 還跟中華民國還沒有斷交 所以美軍也在台灣 當時的美國大使館的美國新聞處 想要做一個巡迴整個台灣 巡迴整個台灣 他那時候就講說 包括第七電隊是怎麼保護台灣 做宣導 你知道他選擇第一個放電影 來介紹美國的地方在哪裡嗎 在哪裡 就是苗栗 拱天公 媽祖的廣場 因為他們知道這個地方信徒很多 他們也經過這個等於說 做過功課的 知道了以後才選擇 就來拱天公的廣場放電影 放美國的相關的電影 包括第七艦隊 包括有的不在意就對了 除此之外 事實上 媽祖既然 他是隨心所欲 所以他想要到哪裡 這個駐弊的時候 那麼你隨時要做好準備 為什麼 就有人就曾經在2020年的時候 他到彰化 他選擇了一家家具行 他本來要在這個地方 等於說停在這個地方就對了 這老闆沒到的啦 老闆沒到的之後要怎麼辦 心路不敢 心路不敢做 我跟妳說拚拚 妳就申請給妳 這是千載難逢 妳在全台灣有幾千萬人 求都求不到對不對 結果就再去通知 老闆雷落不到 等到後來媽祖很有個性 媽祖他看妳在那裡對不對 他沒在那裡了 來天 沒在那裡了 去隔壁 直接到隔壁的周先生的家裡 停在那個地方 周先生心裡想 他來第二次了 他已經來第二次了 我坦白說 他們記憶力 媽祖的記憶力很好 你知道嗎 他去過來 他真的 他知道說來過這裡對不對 他過來嘛 所以你就知道 媽祖對不對 其實這次媽祖在剛出來的時候 也發生了一些事情 為什麼 他突然間走 突然一轉彎 一個民宅 他就停在這個地方 你就知道 他就停在這個地方以後 那麼進進出出 你就知道 他想要停這個民宅 裡面的人哭得出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家沒有任何的事情 但是他們家的客廳 放了一張獎狀 是什麼 他兒子當媽祖志公二十幾年 當年得到媽祖之光的那個獎狀 他這樣經過 神教經過 突然間停過來 裡面有一個媽祖的祭公 在那裡做一個幾年 不是苗栗共天公的 你知道嗎 是別的公的媽祖就對了 所以顯然他們不是說 這一次的媽祖 不是說大甲正人公 三媽一起聊天對不對 顯然聊天的過程中 交換了不少 這個有關於志公的情報就對了 信徒的情報 這太有意思了 那麼除此之外 過去也曾經 這個無預警的衝進去水果行 那水果行沒有準備怎麼辦 結果水果行就大家很緊張的幹嘛 馬上人家這個水果行 立刻進行 把這個隔離上面對不對 精力精力了 馬上變控桌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媽祖來了 那你如何隨機應變嗎 我告訴各位 有一次媽祖除然間無預警的 要衝進一家幼兒園 結果那幼兒園 因為事先沒準備 那個幼兒園門口是那種電動的 大型電動的那個門 那要收洗 那不是按下去就過 沒有辦法通知老闆怎麼辦 不是 幼兒園的那個園長對不對 趕快員工大家要找鑰匙嘛 那搜尋找不到對不對 你知道後來怎麼解決嗎 那不是媽祖那個不是抬轎 抬轎 神轎嘛 砰了一下 大甲那個電動那個電動門 真的假的啦 自己開 這次媽那個大甲那個那個 大甲造人公再來 換他要出來的嘛 出巡了嘛 但是白沙船媽祖到了 北港曹人公就準備回軟 那他到了北港曹人公 要進去之前 不是有那個吊車 吊了很多那個鞭炮嗎 事實上最有名的一次吊車放鞭炮 是十台吊車有沒有 在那個廣場排開 一直排開放鞭炮 那是什麼故事 那是中華民國犯罪史上 破案最快的故事 多快破案 幾秒就破案啦 各位 為什麼呢 我有一次跟曹天公的董事長 蔡永哲先生說這個故事就對了 所以那個報導 現在就放在 那個曹天公的那個等於說裡面 而且有一個匾額 就是這個當事人送的 當事人送的是什麼呢 當事人就是他的身分 就是台北市議會的副議長 他有一筆巨款 被兩個人捐款潛逃 捐款潛逃了以後呢 他只知道對方是北港人 他不知道說其他那時候 1963年真正發生了一個刑案 那不知道要怎麼辦 台北市行政大隊的行事 就衝到了北港去 北港分局的刑事組出來 不知道到底是要怎麼辦 怎麼辦 都沒有頭緒怎麼辦 就到那個曹天公裡面去拜拜 就跟媽祖拜拜了以後 拔杯 求籤 求籤之後 然後就拿給這個廟公解籤 解籤問說我要找人 有一個壞人就對了 北港人 老公老婆很大事 我要找人對不對 有辦法找到嗎 那個廟公說 有辦法找到 而且時間很快 他說多快 非常快就對了 結果他說跟媽祖 因為有歹徒的照片 他一聽到非常快之後 轉頭 嫌犯就跪在旁邊 他也在求媽祖 嫌犯就跪在旁邊 他也在求媽祖 這麼神轉 他心裡想的是什麼 媽祖把媽祖保皮又不會被抓到 不要被抓 在旁邊一秒一秒破案 各位後來副議長 那麼送了一個匾額 現在一個神威 這個匾額 相關的匾額 現在在北港曹天公還看得到 然後副議長後來 就帶了家人去還院對不對 那麼吊車全部擺在這個 北港曹天公的大廣場旁邊 一路放鞭炮 總共放了幾十層鞭炮 這就是媽祖破案 一秒破案的故事 非常神奇 但說真的 這個粉紅超跑 所到之處 你也不曉得他入境要往哪裡 請教一下玉玉 因為也有來到苗栗這邊 來到苗栗這邊 我也很好奇 因為大家都有親眼看到 你也不曉得媽祖要往哪裡走 你怎麼知道他走到的地方 裡面有什麼樣的故事 第一站的時候 通常只是行經過怨禮症 不過我非常的驚訝 就是早上八點的時候 就接收到訊息說 北沙圖媽祖 住駕在我們苗栗鎮的 公有零售市場 重建的這個工地 其實我非常的驚訝跟驚喜 怎麼會選擇工地呢 對 我也很訝異 後來我看了直播的訊息 才知道說 他其實走到我們的苗栗鎮的火車站 前面的中山路 我們的台一線上 後來他其實是有一點回轉 再往北走來到我們工區的現場 那時候會非常的驚訝跟驚喜 其實是因為 我們這個院裡的公有零售市場 他在五年前的時候 遇到一場大火 這個大火就是把裡面都燒掉了 八十幾攤的攤商 整個複製一聚 那個時候其實我還沒當鎮長 還在民間 這地方創生 文化推廣的工作 所以就一直很希望這個市場 趕快來重建 恢復攤商的這個升級 跟證明消費的環境 於是就是參與那個地方選舉 就順利的選上鎮長之後 開始跟攤商 然後跟我們的公所團隊 然後開始做巨額的發包採購 讓這個公共工程 可以順利的興建起來 可是這個過程 其實遇到蠻多的一些困難 因為就是它需要做工程的整合 我們團商有的還在裡面做生意 你要需要搬遷 要好好的溝通 鄭民朋友也對這個公共工程很期待 因為燒五年了 又沒辦法定期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爭取經費跟鄭民溝通 都花了滿多的一個力氣 終於在去年也非常的順利 我們開始開工動土 所以就是很開心 就是白鯊屯媽祖跟三秘馬 來到我們你的工地 給我們祈福 就讓整個工程順利進行這樣 對 駐駕在大門前面 所以我也是接到訊息 馬上趕過去跪下來 跟媽祖就是祈禱的時候 其實念念有詞 跟他講一些我們工地的狀況 然後也祈禱說 希望願禮正 可以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講一講就不自覺 眼淚也流下來了 然後後來才知道說 這樣子的畫面 就是分享到很多的地方 其實給我們正公所攤商跟團隊 廠商都給了很大的強心劑 好 所以大家說 新陳哲林 有敗 有保備 有一些小老百姓 真的看到白鯊屯媽祖很開心 有一些公司看到更開心 但要請教憲哥 你也知道白鯊屯媽祖 你可能來到這個地方 你是不是要在這邊stand by呢 人呢 都要到你家門口 人怎麼會不去 有啊 人都想要軟鯊屯 軟鯊屯 想不到媽祖會停下來 軟鯊屯 給它鋪下去 對 3月20號的早上8點51分 馬祖來到八卦三下 有一家公司 媽祖想要它停下來 結果 人家都在準備好軟鯊屯 公司才沒有人接鯊 怎麼沒有人接鯊 因為大家都在跑去軟鯊屯 但是這個鏡頭 它因為經過傳播 大家知道這是真的 因為一般來說搞不好 那都是寫好的你知道嗎 說好的 我名字要來你們家 你已經跟媽祖說好 但媽祖可能也沒有秘書 不可能 但是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哪有可能來跟你們公司 就已經香安都穿好了 他們公司就是不穿香安 不想說媽祖會來 這間公司在台灣 很…出名 這間公司叫做什麼 中華的幸福企業 怎麼多幸福 一星期困困三天 平均的薪水 140個平均薪水六萬七 今年公司當時 都拿一千空五十萬出來 發二重獎金 公司有七大操跑 完工 你如果申請都可以塞出兜風 等一下 還有缺人嗎 還有缺人 可以 這句話常常在講話 常常在講 很多年輕人都想 我可以去應徵嗎 七大操跑 我可以輪流賽 所以這間公司真的幸福企業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這間公司是我們台灣的引擎冠軍 他是尖牙企業 他做了一個小小的東西 超跑界的 他的引擎跟變速器的游風 就是迫勁 迫勁做到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是非常不簡單 但是他沒要做七 沒要做鬼 大家現在都會到處再演講 因為他跟我同樣在一個line的群組裡面 你幹嘛要介紹我乾爹呢 沒有關係 他要跟乾爹 可以可以可以 他好 他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女友 乾女兒可能很多 那這個吳董呢 其實他是妥妥的付號袋 他們爸爸就很厲害 他們爸爸那時候 成立一間公司 專門做腳踏車 歐巴 還有蓋車的什麼 會做電 你看時候在1999年的時候 他的營收是新台幣600億 1991年那個時候 民國80年 做到600億 所以他們爸爸如果過年的時候 都跟大家說 他如果有一天回去的時候 我這裡的財產就是好 我的太太 我死的孩子 大家下去搬 因為他是最小的 這個五檔是第四的 他以前有兩個個個 一個姐姐 但是1991年 因為他的外文比較好 所以他就背他爸爸 就去民國公司裡面理念 所以跟人家所有的盤子 他們台灣都要喝酒 過年過節要送禮 所以說他們爸爸 那間公司的人際關係 他都看得到很清楚 想不到2000塊一年 爸爸突然心肌更加 跑掉 跑掉的時候2000億 老2000億 照理說 死的人 本一個人可以分500億 就換國換來換去 他說他怎麼換 他也不知道 因為這事情 這是另外一個 他們家族的故事 結果他換來換去 換到最後分到三億 這兩三 本來要分500億 怎麼要是500億變3億 是啊 所以他在1991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公司有一間子公司 這間子公司 專門在做什麼 專門在蓋車的頂篷 頂篷了三年 他去接的時候 第二年就賺6千萬 怎麼說 他發明自己發明 一體成型的 可以吸引 可以隔熱的頂篷 一體成型就是說 你去住就好了 生很多成本就賺6千萬 結果他總是那間公司 不然就變他的了 他就改名 改名之後變他的 那個時候 了解公司過來 原廣有七雷對他的 上市中的七雷 三雷七雷的 總是對他走 走到今天 那裡大家都油洗洗了 再來 他們老婆過新年 大家說 那間公司得到 因為他的財產都給他 都奔不住 會躲 那時候 大家都有開支票 只有那支票開了 那五月 過年要到 真的沒錢 大家會怕 會怕 沒辦法 他說他三次的塞車 都想要去弄 請問弄 煮殺了 結果沒辦法 想說 就要有那些 原廣在天籃 硬 然後去專性 有人說 不然給你分級付款 讓你慢慢分 都有人救他 躲過那個難關 躲過之後 當然他就在這裡 他去 我們日本的 鳳田 豐田 去看10遍 看10遍是怎樣 他說 鳳田是怎樣 管理那裡好 鳳田他有一個 擰螺絲的一個 公司的計畫 就是說你今天 這條生產線做100台 苗仔那個目標 就變101台 後來變102台 你還差一台而已 所以大家 拼著就過去 所以他在1991年 那個時候 他的公司的完工300 現在剩140 他的產能 正經年提高60% 員工變少 才能還變高 對 所以他管理真好 所以公司現在 在生產那些東西 他說最難抵抬的 就是得國人 得國人每一年 過去一年兩年都要查廠一次 看你的裡面溫度 溼度 一定要看溼度 第二要看你的塵 那個飛塵等等 結果來查廠好幾次 2013年說不用查 因為他的故障率是多少 五千萬分之一 那幾乎是沒有 幾乎沒有 因為跑車 藍寶街 那賽都兩三百公里 萬人 拍鏡子 流油出來 砰一個飛修 代表他品質很好 二千萬說 德國人有一個好處 不會給你出價 因為他說 這是你的努力 你應該要談 我也知道你毛利很高 如果台灣的老闆 關頭壓著在水 台灣老闆都自己要談 所以都沒有辦法談 德國人他說這樣很好 所以現在靠了 整個公司變幸福企業 所以其實這家公司非常有名 很厲害 所以厲害的公司 台灣之光 媽祖也可以看得到 但重點來 最近網路上 有一段影片 都讓大家嘖嘖稱奇說 媽祖顯靈了嗎 居然有講話 對我來 那個其實是個非常文雅的古字 因為我們台灣話以前 就是中原地區用的話 這次我們可以看到 一排的信眾一次排開 現場慢慢的敲鑼 然後敲鑼的聲音越來越快 然後音樂的聲音出來的時候 整個鑾叫開始搖動的時候 大家都聽到了 大家聽到的第一個 這個剎那是心中都很平靜 但其實去年 去年白沙屯罵他走的是 標準的一個路線 所以他從KJU過去 他從KJU過去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阿伯 這個阿伯突然間就起黨了 這個起黨完之後 所有的這些所謂的跟著 這些所謂的教夫們 大家都覺得說 這是不是來亂的 整個聊天室亂成一團 為什麼亂成一團 他們就說 這樣在麻祖補出來 順時怎麼可以有一個人 這樣出來假鬼假怪 這樣很好 但沒有想到 關鍵的時間點出現了 為什麼呢 就在這個阿伯起黨之後 白沙屯媽祖 居然跟著這個起黨的阿伯 沿路走 走到KJU的國姓爺宮 走到國姓爺那邊 然後而且晚上就停在那邊 晚上就在整個地方入內 然後就停架了 所以他有點像是引路意思 沒有 就來到這個地方 我說我請你來 你要來嗎 所以後面的聊天室 馬上全部都清空掉了 為什麼呢 大家本來是想說 這個阿伯是不是來亂的 但各位不是 他是來迎接媽祖 進去到整個媽 到他們的KJU的國姓爺的 這間地方的廟宇裡面去 但2017年 其實還有一件更神奇的事 2017年那時候 在通宵 通宵有一位51歲的巡官 突然間在巡弩的時候 心臟病發作 心臟病發作完之後 當然第一個時間 就送到醫院去 那時候醫院看到他的狀況說 哎呀啦 哎呀啦 為什麼呢 昏迷指數只有三 昏迷指數只有三 是幾乎沒救的 結果那個時候 居然出現了一座神機 什麼叫出現一座神機 那個時候特別去跟白沙屯 罵著戲罵 那個叫赤薄芙琳 赤薄芙琳說 你對我心臟病發一些木片下來 那個很多人後面他們不敢po 你知道嗎 那個可以嗎 除非有神明指示 要不然讓亂學精神 神明指示 先說神明真的指示 後來就從整個 擠薄芙割 總共割了九片的木片 割了九片的木片完之後 後來因為先跟各位談一件事情 這位巡官的太太 當她知道她的先生昏迷指數3的時候 她整整跟媽祖跪在那邊 每天都去 總共跪了二十七天 整個二十七天 這死罵 死罵不敢 我覺得警察都要謝她太太 跪了二十七天 後來就把這些木頭拿回去之後 就先煮水 煮水之後 把巡官行骨切一切 講也神奇 真的講也神奇 她本來昏迷指數3 醫生都搖頭了 想說都沒救了 她慢慢的過幾天的過程當中 人家說也要行 也要靈 她那時候經由新的一個 所謂的低溫的一個療法 結果昏迷指數慢慢的從3往4往5 後面走到8 走到8之後 這件故事有一個非常美好的一個結局 為什麼呢 正常來說 昏迷指數3的人爬起來都很難 現在這位巡官已經第一個可以起來了 也可以說話 也可以慢慢的一個走路 當然身體也還沒有恢復 但仔細想想 大家想到說 那媽祖實在很好 那巡官他們太太去跪的那邊 每天把媽祖叫 媽祖說 好啦 我幸福的生命的 那先跟各位說 這個古代是真的有 可以把木片再填回去 可以修補 修補再填回去 那當然現在一般來說都不這麼做 來講一件神奇的 白沙屯罵對台灣的哄也就算了 我們說我們講台灣話 居然有一個內蒙古人 這個內蒙古人姓常 他說他就一直聽到了白沙屯罵 在呼喚他 所以他第一個 他先坐了兩千多公里的車 從內蒙沿路走走走走到福建 照了福建之後 他居然千辛萬苦的走了一件扇板 這件扇板真神奇 一個小扇板渡過台灣海峽 結果渡過到台灣海峽的時候 停在通宵 上不去了 被抓到 被抓到完之後 他就說你為什麼跑到通宵來 他說我就有一個感應 那時候是白沙屯罵一直跟我說 要來給他擦擦 內蒙古 內蒙古先坐兩千多公里的車到福建 弄了一座扇板 還越過台灣海峽 但後來這件事情 人家說公事公辦 我們後來一樣起訴 一樣起訴 現在已經送回去了 但我們不得不談 白沙屯罵祖真的是非常神奇 所以你看我們討論白沙屯罵祖那麼久 柯文哲如果有去這一場的話 我們不就是會討論你了嗎 所以翊山哥你就是不去 柯文哲就是不去 阿伯就是不去 他現在一定覺得後悔萬分吧 對 因為柯文哲非常現實主義 他是為了選他的總統 這麼去所謂白沙屯罵祖 去年他走了九天八夜 整整全程都有參與白沙屯的繞進 今天可能選得不好吧 所以到時候我們可能2022區才看到 他只是去家而已 起嫁的時候去進一下鄉之後 接下來的其他行程就不去了 包含今天去所謂的北港朝天宮 住嫁的時候他也不到 所以現場20萬人 他不是最喜歡有人的地方 他們往哪裡趁嗎 他今天也沒有去 非常的現實叫要臨時抱佛腳 他在忙什麼 因為他說他很忙 他要忙著去所謂賣療 long stay 又是選舉 所以選舉的時候 許甫就說了 未來在所謂的long stay的行程裡面 要排所謂的紅白鐵跟宮廟 都是為了選舉臨時抱佛腳 因為賣療有六親的進駐之後 他的相關的工作人員 會常住在賣療 變成賣療的居民 也是所有雲林縣雲林人口的外流 只有賣療的雲林人口是在成長的 就是很大量的所謂的賣療的員工 現在都住在這個六親的員工都住在賣療 所以柯文哲非常重視這場的選舉 而且這場選舉事實上是所謂的民眾黨 他們過總統敗選立委 敗選之後他們唯一事實上是有可能勝選的地方 他們嗅到那個勝利的跡象 因為他們認為說賣療香 我只輸給賴清德幾百票而已 所以我總統的選票 如果全部轉移給這個鄉長 我是有機會拿下的 所以他要全程的long stay 來操盤這一場的選舉 另外就是說反正他台北也沒什麼事 立法院他也沒有舞台了 已經要演到舞台劇了 沒有舞台劇演舞台劇了 所以沒有舞台的情況下還不如去服選 而且他不只一個人服選 還要求全黨的立委 同志們都要下去服選 叫全黨挺藝人 而我要講的是說 這樣的選票的轉移效果 到底可不可以成功 其實這個民眾黨的林怡里 這個上一屆其實也有選 方式選的其實還不錯 13% 3300多票 因為他是一屆出身 因為賣療地區非常重視 所謂的地方上面的健康 六親進駐 因為有一些社區疾病 有一些補助金都跟一屆是有關係 可以補助你去看病生 看醫生 所以醫師在賣療香的從政 是可以得到部分的選票的 那這個所謂的許志豪 這一次他本來是民進黨黨籍 這一次代表國民黨參選 所以他從綠轉藍 再加上說國民黨的選票會被灌注 所以他也有勝選的希望 另外上一屆為什麼民進黨 其實在這個地區原本 民進黨的實力是比較強的 許忠富是前鄉長 那上次也有參選 但是上一次就是因為 民進黨的這個許志豪 分裂投票之後 民進黨在這邊敗選 由所謂的五長級的蔡長坤 來當選這個鄉長 蔡長坤又因為他二審被判刑有罪 所以他就變成是要補選 所以蔡長坤就不能選了 所以這個場的關鍵 你就可以看到在一個賣療箱裡面的 一個政治人物 其實政黨的傾向是沒有那麼嚴重的 而是你平常有沒有在那邊紮根跟經營 所以柯文哲想要他的選票 民眾黨的選票跟柯文哲選票 轉移到林伊里身上 其實是有難度的 因為你在地的經營到底夠不夠 年輕人投票比率不高的情況下 柯文哲可不可以再創所謂的 上次得票率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有難度的 再加上民進黨跟國民黨 現在也都會全力的浮選 相關的一個人人員的時候 所以民眾黨的機會還是滿低的 但要請教要郁郁 因為我們說 有時候去媽祖要求籤 你會想說我這一次求 好像籤不是很好 我第二天去求 會不會比較不一樣呢 這個大勝我們可能變大級呢 但如果抽二千都是同一支 那就神奇了吧 真的很神奇 就因為我是素人鎮長 所以院裡就在通宵隔壁 常常在施政上 可能有一些疑惑或是困難 我就會跟團隊夥伴 一起去北山頓媽祖那邊 拜拜求籤 一邊拿香在講的時候 其實講給媽祖聽 也是在講給自己聽 梳理一下 自己遇到了什麼樣子的問題跟困難 講完之後 我們其實團隊夥伴 都會去擲筊 通常都要三個聖筊 之後你才可以去抽籤 抽了籤 我們的媽祖廟 101個籤 你要從101個 抽到那個數字 還要再問他說 這個籤是不是媽祖 要給我們的指示 那有一天 就我的同事 也跟我一起去拜拜 那我們就抽籤 我那個同事 也有一個困擾 就是家庭跟工作之間的平衡 也在思考可以怎麼辦 我那個同事是一個媽媽 那他就是抽了一個籤之後 這不是要回家問一下老公或婆婆 他就想說他沒有講 他就抽了一個籤 然後就把這個籤收下來 就是好好的解讀 消化一下這樣子 然後沒想到回家 就是老公跟他分享一些事情的時候 他鼓勵他的先生 也可以去白沙屯媽祖那邊 拜拜求籤 那他都沒有講 沒有講說 太太都沒有講說 他其實已經有去拜拜跟求籤了 結果老公真的聽了 那個太太的話 想說那就去求一下 結果先生拿回來的籤跟老婆分享 他就說 這個籤跟我昨天抽到的是一模一樣 對 結果他們兩個把不同 一樣的籤拿出來交換的時候 突然就一笑 就把一些事情都化解了 其實是內心的一些安定的力量 讓彼此之間的一些溝通更順暢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神奇 那我覺得其實不只是我的同事 我自己其實跟白沙屯媽祖競相對四半 差不多對四半 有時候你怕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會找得到粉紅超跑 有時候找不到 所以你有時候要刻意去找 你會覺得對不到腳步 因為怕得很快 可是有時候 反而我沒有特別去找 怕怕 剛好那個粉紅超跑就是在旁邊 那你在旁邊的時候 你就覺得在走的時候 好像那個心臟的那個跳拍 好像有跟著那個韻律 你就會覺得非常有共感 好 但我們說 虐童案到現在 發生有三個月 快四個月的時間 那台北市府到底有沒有責任 他到底是公親 還是其實就是氏族呢 我們請教一下易三哥 因為你看這樣的劉慧 現在很多議員 還是在幫他講話 那對自己來講 不會有影響嗎 對選民可以有交代嗎 對 國民黨的立委跟議員 不是很重視聶童案嗎 不是要安排魏環委員 要求所謂的衛福部負責 要求衛福部報告嗎 為什麼換到台北市議員 就技術性留會嗎 其實他們所有 不管是立法委員 或者是在議員 議會裡面的議員的動作 都是要撇清兒福聯盟的責任 撇清台北市政府的責任 把所有的這些政治責任 都丟給衛福部 丟包給衛福部嘛 所以才演出了 在立法院裡面 堅持說一定要報告 衛福部一定要報告 而且退回衛福部兩頁的報告 但是碰到蔣萬安之後 就馬上全部撤手了嘛 馬上技術性留會 其實議員是夠的 他們站在外面看 滑手機也不進去 所以技術性留會嘛 但是我要講說 整件事情誰的責任最大 第一個一定是兒福聯盟嘛 我們就不用再多討論了 第二個當然是台北市政府嘛 因為留性保母的所謂的居家照顧小孩子的這個資格是誰核發的 就是台北市政府核發的 而你在核發的所謂的檢定的一些標準事後的一個所謂的回訪你到底有沒有做到嘛 大家問問為什麼留性保母這麼殘忍的行為 他竟然可以當成是我們居家照顧的保母嘛 所以台北市政府的第一件事情就沒有說清楚 第二件事情是留性保母在照顧凱凱的過程 其實台北市社會局是有機會把凱凱救出來嘛 就是所謂的所謂三個月固定訪視的時候 最後一次訪視的時候 竟然留性保母說他確診你就相信了 你就不去敲門了 你就不去問衛生局 他到底有沒有確診呢 你就不進去門裡面去把凱凱救出來 所以讓凱凱會變成是虐待而亡嘛 這是第二件事情嘛 第三件事情事情發生之後 這是不是虐童事件 難道你作為台北市政府的社會局 你不能自行判斷你還要問衛福部 當然衛福部也有責任 你不應該說我不判斷你去想 但是重點是台北市政府 你三個月了 你沒有對這個重大的孽兒事件去做出所有的行政報告 拖到現在議會要求你蔣安安說清楚 蔣明白你還技術性流慧 如果蔣安安繼續對這件事情好像事不關緊 好像自己是公親一樣不面對議會的質問 不面對社會大眾的質詢 不去積極去處理如何把台北市政府 這個社會安全網補起來 所有的責任都會落在你蔣安安身上 好但很意外的是呢 怎麼國際之間又發生了恐怖攻擊事件呢 這一回發生在哪裡呢 發生在俄羅斯的莫斯科 現在ISIS已經坦言了 就是他們所為 當時這是一個莫斯科非常出名的搖滾樂團 搖滾樂團他們要八點鐘正式上市 但是通常搖滾樂團前面會有個暖身樂團 所以六千兩百人在七點半全部都做好了 全部都做好完之後呢 他們這些四個人埋伏在這裡面 等到所有的人都就位好之後 第一個時間他們把門關了起來 他們把警衛跟整個所謂的守門人 全部都槍殺完之後 開始無差別的射擊 無差別的射擊 第一個時間就超過60人的一個死亡 然後呢 後來開始丟燃燒彈 開始丟所謂的一個汽油彈 丟完之後呢 莫斯科他們目前包括了 所謂的鎮暴部隊 包括了特殊的一個軍隊 他們馬上要衝進來 但衝進來的過程當中呢 雙方就彼此在那邊開火 持槍持續的一個所謂的子彈 而且還縱火 所以這當中出現了非常慘的一個傷亡 先說第一個傷亡 很多的人是在手無寸鐵的情況之下 被自動步槍給打到 這是第一個時間的 後來他們開始縱火完之後 他們在一間廁所裡面 發現很多人身上是沒有彈孔的 但這些人因為呼吸 整個也都回到天家去 這是第一件事情 後來想不到這四個人居然跑掉了 跑掉了之後呢 就有一台白色轎車 白色轎車沿路逃亡的過程當中 他們所有的莫斯科 所有的警察都在追他 沿路追了追了追的 後面這四個人還好有抓到 結果抓到完之後 總共抓了11個人 但這件事情莫斯科本身也有責任 發生什麼事呢 據傳美國跟歐洲 他們的情報聯盟 雖然他們目前跟俄羅斯是不合的 但是他們也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他們就說 整個ISIS要對你們莫斯科來動手了 你們要不要好好地 來注意一下這則訊息呢 結果普丁所有的情報團隊 包括普丁 沒用沒用 後來ISISK 他們就發布了自己的訊息 他們就說 在過去幾年 整整兩年的過程當中 他們持續的都在盯著普丁 為什麼呢 他們說克里姆林宮 在車城跟整個在整個敘利亞 其實有非常多的軍事行動 對整個回教徒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他們執意要報復 這件事情要執意要報復 但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一來歐洲跟美國早就有情知了 這件事情如果即時的做反應 是可以避免的 但沒有想到莫斯科 沒用沒用 後面死傷的人還沒有辦法計算 而這11個人後面要怎麼處理 目前莫斯科只能喊大聲話 所以他們已經說了 居然有人敢對莫斯科來恐攻 要這群人血戰血緩 所以雖然普丁的作為 讓國際今天覺得不是很可取 但是人民還是無辜的 但要請教一下瑞德哥 最近美國在軍事動作上面非常多 美國空軍突然宣布 美軍試射了一個完整的 高超音速飛彈 突然要宣布這個消息 是為了什麼呢 事實上 那麼因為包括美國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都直接講了中共可能在2027年的時候 那麼解放軍一百年的時候 一百多年的時候 會不會下令攻打台灣 雖然中共否認說他沒有時間表 他否認說沒有2027年 但問題是這個話題一直盛銷沉上等等 然後除此之外 那麼美國這次在3月20號的時候 試射了一枚AGM-183A的 高超音速的飛彈 他目前知道至少5倍音速以上 那試射5倍音速以上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不知道 那麼從飛機上 這個轟炸機出來了以後 由B-52轟炸機直接把它射出去了以後 那他曾經第一次試射是失敗的 但這次是成功的 直接向東飛了 從關島的基地起飛了以後 那麼從向東方飛了4000多公里 擊中馬少爾群島裡面的雷根試驗場 砰就把它擠下去 那他超高音速這樣子飛了以後 驗證OK成功 那AGM-183A我不客氣說 美國到現在只肯賣我們AGM-154 這系列就對了 所以你就知道他等級有多高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老共老是說自己的飛彈有多厲害 對不對 又是關島開地 又是哪裡美國本土什麼怪獸 說得吹個全坡 他們的那個轟擊 然後載著這個飛彈 殷疾多少 然後航空母艦就被打下來 你都還沒有 你都還沒有靠近準備發射的地方 就會被美軍的飛彈給打下來 同樣的一個道理就對了 他怎麼可能讓你再有機會 用發射飛彈來打 打成我美國的航空母艦 那麼這美軍其實是故意發布這個新聞 讓你說誰說集音速度飛彈 我們沒有 我沒有 各位 各位台灣也有集音速飛彈 而且還不讓你知道我們 我們所謂集音速飛彈 就超音速五倍以上 台灣的飛彈 那個集音速飛彈對不對 只不告訴你到底 我們的集音速到什麼 飛得這麼壞就對了 因為俄羅斯都號稱說 他們還有老共都號稱 集音速飛彈燃不下來 俄羅斯被烏克蘭燃了幾枚 集音速飛彈下來 所以你就知道嗎 那麼嘴巴講的 紙上砍兵 大家都會哄 然後問題來了 那麼最近不是河北的那個燕郊 有個那個整個大樓爆炸 然後全部都移為平地 當時有好幾種說法 又說是什麼隔壁小吃灘的餐廳氣爆 瓦斯氣爆 然後後來呢 後來人家又說是天然氣 說不對啊 那麼為什麼 因為他們沒有用天然氣 那瓦斯桶爆炸完全不像 不可能有那麼大的這個功用 這看起來整塊都快移為平地了 不可能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那麼有人說是不是因為下方 下面剛好在挖這個地鐵 挖到瓦斯管線是爆炸 可是也不對 為什麼 如果是挖到瓦斯管線 天然氣管線 雖然他們沒有用 但是你挖到爆炸 請問下面會不會有個大洞 對 因為你從下往上砰 炸開 那畫面看起來好像沒有 對啊 所以網路上面就有很多很多的這個說法 真的假的不知道 結果有人傳說 會不會是東風時期的這個飛彈試射失敗 然後因為這樣而墜落的 這個網路說的 這個網路有很多各式各樣的一個說法 不過你還記不記得有一次 老共曾經發了一個新聞說 他們試射兩顆這個東風飛彈 有沒有 射到哪裡去有沒有 美國出來講說 你們試射四顆 那為什麼老共說兩顆 因為兩顆不見了 因為兩顆試射失敗 所以是兩 然後美國說沒有沒有 四顆 美國在告訴你 你們怎麼試射我都知道啦 當然啦 美國所依賴的東西 搞不好就是我們熱山雷達 那湖南省也是一樣 湖南省曾經從1990年開始 有十多次那個火箭的殘骸 不斷的掉下來 天啊 四顆有這種事 你要火箭射上去對不對 或者是幹嘛的話 你不是都應該經過算嗎 算出來很精密 你要那個殘骸要掉到哪裡 他們很簡單就直接掉到我的神州大地 高興掉下來就掉下來 1998年還因為這樣砸死過一個16歲的少女 那麼除此之外 長征火箭的這個相關的殘骸 也掉過在貴州的莊 那個相關的這個村莊裡面 最主要是他冒出那個毒煙 是有毒的 吸了以後 事實上對身體是會自癌 然後會侵入皮膚等等 你包括他們的什麼人造衛星 什麼有的 沒的 有的 說得一大堆 說得一大堆 航空 航太高科技多厲害 連上去跟下來 殘骸怎麼收拾都沒有 他高興掉下來 我們大家都很很小心 因為全世界都可能變成 他的殘骸大眾的地方 所以你說他到底有真的科技 高明到哪裡去呢 所以大家說中國什麼最多呢 假的東西最多 什麼假的東西呢 假消息 假新聞 假富豪 他其實是真富豪 因為他在中國曾經登上 富比式的富豪卡 所以是真的有錢 那哪部分是假的呢 後來因為逃亡到美國 逃亡到美國以後 他為了要取得美國的綠卡 也就是說永久去留錢 所以他在3月18號 他去年就被抓了 3月18號他只好認罪協商 本來要判27年 認罪協商判六個月 等一下 錢要吐出來嗎 不用 那我判六個月 判六個月 而且七十出境就好了 所以這個叫做秦輝 他就是北京的天上人間的老闆 那天上 總會的老闆嗎 對 那天上人間 在一九九五年的時候 因為他是本來臺灣四海幫經營的 後來四海幫可能在那邊 受到一些壓力 還是說不想經營就用 一百八十萬美金就直接轉讓給他 一百八十萬美金從哪邊來的 從銀行貸款出來的 有夠力 錢可以這樣子過來過去嗎 本來就是空手套白人 但是你知道天上人間在北平的 北京三環的長城飯店旁邊 多出名你知道嗎 怎麼樣 我跟你講 你記得小姐賠料一點鐘一千塊 還好吧 人民幣 台灣沒那麼貴 四千 四千 四百 問一下 台灣的小姐賠料多少錢 台灣這也是一千 台灣那個時候大概也是一千塊台幣 因為天上人間真的非常貴 我去過兩千 真的非常貴 而且 我跟你講 小費至少五百 你如果沒錢你就不要拿出來 你如果賠五百就不要拿出來 有時候趴車 你說你現在拿五十一百 他不需要收 最少兩百 到時候起蓋的意思 你看不去對不對 不封頂沒有上線 另外有富商竟然炒值百萬 所以人民幣百萬 一夜之間是一百萬落 有人問那個富商說 你為什麼落一百萬 我說我來這裡做風土 一生只有一次 所以他覺得一百萬開下去 沒什麼事情 那你開這種店 你在北京天子腳下 你如果沒有三兩三 你不敢三兩三 怎麼可能開著城 1995年 1995年他拿到 1996年出現了一個事件 他的管區西層分局 兩個副分局長來喝酒 喝不喝一個結帳說 怎麼這麼貴 你來你不知道這麼貴 哪來我又知道這麼貴 他想要吃看 結果他不想要他 不想要他身材 調兩個分隊的特徵 把它包圍起來 水洩不通 你知道前輩有夠來嗎 電話卡上了 中南海警衛隊 反包圍 反包圍 那兩個副分局長 他那邊摸 秦輝一直說是解放軍的白手套 不是這是要打麻將是不是 找那麼多人來幹嘛呢 後來才知道 秦輝的前妻是 中共前主席 李先念太太的子女 李先念太太直接 打電話給江澤民 江澤民直接 中南海的警衛隊 直接派過來 再一戰成名 所有的北京權貴 所有的京城廁少 所有的京城太子女 說這間最安全 警察最多 不是 對 我在這間沒人敢買 我在這間真的沒人敢買 我這裡有錢就好 沒人敢買 像陽明立萬 你現在進來 40間的包廂 裡面40間為2萬2880 包廂會 4880 6880 另外要有總統套房1萬塊起跳 那最低銷是5000塊 你進來一個人5000塊 都人民幣嗎 對 我們現在說我們人民幣 所以說我們今天如果帶3、4個去 不用多3點鐘 你沒有10萬不能出來 沒有10萬不能出來 所以變成怎樣 很多外籍人士 以及在談商務的時候 很需要 那當初 派頭 對 當初四海幫很厲害 他這裡面小姐的水準是 大學畢業以上 會講多國語言 甚至有碩士 而且他要有訓練 培訓資美儀 而且我要說 民宿水町又軟 所有的用幾個去 用幾個出去 倒酒是跪著倒 點菸是跪著點 沒有手是不是 不會自己喝酒是不是 一定要人家倒 男人去那邊就是 消歹 消歹 對不對 做皇帝 結果他的花魁 有一個花魁後來 叫做梁海玲 後來就突然的就過世了 結果警察一發現 他的遺產一千萬人民幣 他才做十年 我跟你講 真的 怎麼會存錢 你比較厲害 有一個阿伯 上海來的八十八歲 來那邊喝酒 阿伯 八十八歲 你又回到一家 沒有一四人 很累對不對 大家來嘛 老伯伯 老太宇 五百塊 結果他去叫什麼你知道 小哥哥 已經都怎麼到我們北京來 八十八歲的小哥哥 八十八歲叫小哥哥 五萬塊的秘密就拿出來了 當然這是傳奇的花魁 而且他還有固定的軍團 這固定軍團從哪邊來 從澳門 從其他的地方 固定要新鮮 固定換人 永遠保持六十六個 那很多的出廠會也有 這個出廠會是一萬二 一天 一次 另外也有一個9029 規定 你多一塊我也不收 少一塊我也不收 但是在2005年的時候 他的兩大軍主 一個是張恩兆 張恩兆是誰呢 是建行的行長 另外一個是李培英 是首都機場的董事長 兩個人被捕了 結果呢 2002年他也被約談 結果約談以後就免訴 免訴以後為什麼 他交出了所有露營的光碟 裡面有軍人 有中紀委 有官員 有權貴 所以這一次有人在問 他在美國27年可以六個月 是不是又交出什麼樣的秘密呢 還有很多光碟 我知道 對